台南市是104年12月1日起 在特定路段實施路邊停車隔離禁匯率 第一小時要20元 之後第二小時以後的話每小時30元 那麼他現在是說 現在國稅局辦理研習總共有20位專員 然後他開會時間是從早上9點 當天國稅局代委支付當天早上從9點到下午4點 路邊停車費用 若此次研習預算全部是3萬元 並將各項支出與結緣做成圓形圖 折路邊停車隔 停車費用在圓形角的幾度 最多 最多 什麼時候會最多 就是說 每位專員的話 他就從早上一直停停 停到下午4點 就每一位 這樣的話他就會最多 從早上9點到下午4點的話 這樣總共幾小時 就是12點 就是12點9 早上3小時 他再加4 下午4小時 總共7小時 第一小時他是20元 第二小時以後 這樣的話 第一小時去掉了 他剩下6小時 那6小時的話 每一小時要30元 所以 每個專員 他的停車費 最多多少 最多是200元 那現在有20位專員 所以你就200 200 乘以20 200 乘以20 最多是4000元 那總預算是3萬元 所以他這個角度幾多呢 他的角度是360度 全部了 乘以3萬 分之4000 把三個零約掉 那這樣的話 零約掉一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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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48度 角度張開最大48度 所以這一題應該選7 原型角度最多是48度 大家應該選7